其实小秘书本想进入大公司干出一番事业 可最近自己的工作似乎有点奇怪 除了充当总经理的出气筒 就是按摩带饭 可小秘书的抱怨却正好被总经理听到 原来他的小秘书不喜欢为他做这些 自己却还自作多情 以为他是心甘情愿为自己付出 原来一切都不是出自真心 而是他不得不做 接下来的周年庆果然开启了地狱模式 总经理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虽然疲惫但还能应付 可小秘书就完全适应不了 熬了几天就病倒了 看他面无人色的可怜样 总经理想让他回家休息 只是找的借口有点强势 小秘书果然没有领会精神 要继续死撑 对不起总经理 对我讲的不够周全 所以请你现在马上 没错 我现在马上戴上口罩 总经理放心 我绝对不够伤人给你的 还真贴心 最后总经理实在看不下去了 把人压上车让司机赶紧送他回家 然而就是这个无心之举 却让小秘书陷入了极度危险之中 司机下车给他买个粥的功夫 小秘书就被人掳走了 司机不知情 以为这人就是没打招呼 提前离开 压根就没在意 可一直联系不上小秘书的爸总 却心神不宁 坐立不安 他担心小秘书的病情 更担心没人照顾他 这时秘书是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嚣张称他已经绑架了总经理 让他们乖乖交赎金 本以为是恶作剧 却在电话里听到了小秘书的声音 总经理这下彻底不淡定了 他让秘书室赶紧定位小秘书的手机 他先出发去救人 虽然他也极其恐惧 可这些都比不上小秘书的人身安全重要 他现在根本顾不上了 只想立刻飞奔到男人身边去保护他 而小秘书这边正在努力和歹徒沟通 证明自己只是个小秘书 大哥抓错人了啦 然而歹徒崩溃了 他也是苦命的人 自己失业没工作 孩子还急需前来救命 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结果却乌龙一场 但是歹徒大哥还不死心 认为总经理这么宝贝一个秘书 那这人一定很重要 难兄难弟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 真是相见恨晚的感觉 立马以兄弟相称 都约好了下次一起吃饭 正在松绑的时候 总经理赶到 二话不说 就是对歹徒的一顿输出 小秘书赶紧去拦 此时的爸总看见小秘书身上的血 已经顾不上其他了 只想把这人一辈子锁在自己身边 不再让他受一点点伤 没需要